台湾2005年出道的黑色灰美眉,曾经也是在中国掀起比较的大风波,原因就是虽然组合名字是美眉,成员的长相也是存词不齐,几乎也是没有好看的,再出道初期,所有人有大户。 这个组合简直辣眼睛,现在想想,黑色灰美眉在当年也是很火的一个女子组合,满满的回忆感,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呢?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其中的成员们现在,也是都完美蜕变了,而发展也是天差地别啊,当年毫无卡位,也没有存在感的汉纳昆灵,如今却成为了天王嫂,人生真的就是那么不可预料。 所以说,人生并一定都是靠拼搏和努力,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些运气。 昆灵在2010年和周杰伦交往,15年的时候和周杰伦在英国大婚,如今是两个孩子的妈,可谓是人生赢家了,网友都说昆灵是组合中最会嫁,也是过得最好的一个。 鬼鬼吴敬杰,应该是在黑色灰美眉里,现在混得最好的了。 鬼鬼在05年的时候加入黑色灰,09年选择单飞,在刚开始时非常不容易,唱歌,跳舞,主持几乎样样精通。 但真正让鬼鬼窜红的,还是因为骑在内地上的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,这个节目让鬼鬼的人设在里面和出彩,虽然不聪明,但傻得很可爱。 大亚洲一配,当过《我爱黑色灰》的助教,第一任班长,也是黑色灰美眉的团长。 出道后参演过《黑糖马奇朵》、《黑糖群侠传》等影视作品。 2011年后无新作品面试,现在在台湾做主持,沉迷鲜水,满满锅杰奇,拥有一月次日本血统。 曾是我爱黑色灰第三任班长,与丫头,小姐私底下及节目上感情都很好。 三人被称为金三角,现在在微博上卖美童,还会露线美妆视频。 丫头詹子晴,1988年出生于台湾台北,中国影视女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,现在在内地做综艺咖。 黄伟晴,1984年出生于台湾桃园市,就读于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,在黑色灰美眉中表现亮眼,有古典美眉之车。 她现在会参加一些综艺节目,还有和曾经成员大牙一起,被称为小白兔的杨可汗。 05年加入我爱黑色会,屏住亮丽的外形与精湛的歌艺,拥有居高不下的人气。 之后专注戏剧演出,参与了许多电视与连续剧,音乐录影带,2013年演出韩潇时堂入围金中奖最佳女配角。 7月6日因忧郁症所苦,以自杀方式结束年轻生命。 中年27岁,这些美眉也算是我们的青春回忆。 当初的黑色会美眉和棒棒糖,都让是班里每人必看的节目,只不过现在他们的状况也让人心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